Filligo在这次受到了防疫保单之乱的大冲击情况之下 很多的股价都出现了跳楼大拍卖 空手的再等等中长期的介入时间 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好买点吗 我想小玉今天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他觉得很讶异 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长期不看到金融股 而且我非常讨厌富邦国泰 讨厌的不得了 当然过去我也跟他讲过 事实上在今年4月份 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4月初的股市现场 我还特别点名了国泰金的财报 我说这个东西里面隐含的一些东西 我看不懂 但是投资朋友我希望你们看得懂 但是我是会计师 你们不是的话 你们可能还是看不懂 那4月的时候 其实国泰金的股价是65到66块 现在股价大概50出头 大概50出头 不是说我乌鸦嘴 是刚好点中了 有些东西我看不懂 而且我看不懂的地方 还不是防疫保单的问题 因为防疫保单 我4月如果能够拆到现在 疫情这么严重的话 我早一点我就搬到美国去住了 对我不需要这么做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等一下跟大家点名 我们来看一下 我想最近的防疫保单之外 刚刚也有叙述到一点点 那有人会问到奇怪了 其实第一张防疫保单 老实说这一张我有买 对不对 我是不晓得小雨有没有买 这张我有买 因为这张大家好像人手一张一样 当时买的时候 我们都是一个买乐透的心态 对不对 结果去年一下来 我也没有确诊 我也没有领到 结果到期了 就是今年1月份 我们就再买一张 后来我买兆风产险的 那不重要 重点在说 这一张防疫保单 后来他不敢卖了 对不对 他一共卖出了400万张的天亮 我记得我还排队 我还排队去那边等着签名 然后呢 全年保单收入 哇好厉害 那时候曾经一阵子台产还涨 收了13.9 19.3亿 可是到了今年3月18日 他已经理赔了多少 19.6亿 所以这张保单 光就收入来看的话 其他跟别人比起来 他少赔了很多 对不对 赔不多 加上管销费用 都没有任何一家 现在哪一家保单赔的还多 现在保单都赔半天了 再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我们看到 后续产险业的防疫保单 他们没有办法嘛 其实精算师有时候 根据过去的资讯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像很多人说 去年哪一家公司赚50块 现在股价怎么只有100元 对不对 这是过去资讯啊 过去资讯 过去的政策 哇我们防疫非常好 防疫这个全球之优生 现在呢 每天打开来 确认人数都全世界前5名 昨天是第一 昨天我们好像只输 只输美国而已啊 对不对 然后呢三级警戒 哇好厉害 对不对 都没有什么人中啊 顶多都到几百人而已 校正回归加一家 顶多是千人 结果推出什么 和泰推出一个年缴895 对不对 一共可以拿了15万元的 11天马上下架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 这个我当初要排队 保还摆不到 对不对 确诊加隔离 最高赔10万 我记得好像只要600块钱上下 我还有保还保不到 哇这都大卖 对不对 那现在有人统计 防疫保单销量的前五大业者 富邦产险200万张 所以呢 富邦有跟你讲 他现在一天大概赔5000万 而且富邦先前还有的是 呃原本要保证续保 后来都不保 都不保了 对不可以 不保了哦 然后呢 国泰世纪产险120万 这两家产险啊 说真的 尤其国泰世纪产险这部分呢 我想他大概 这个应该说 股本应该是都赔光了啦 应该这没有什么问题 他一天要赔1000万 对不对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一天赔1000万 是还没到高峰哦 高峰很可能是落在 六个月份哦 对不对 那新安东京海上保险 这个我排队摆不到的 他卖了100万张 这个也是文史的啊 然后呢 何泰产 刚讲停卖的60万张 赵峰产险 后来我买了赵峰产险的 50万张 对不对 再来看下一页 他们会赔多少钱呢 有人去统计哦 然后这统计资料 这大家看看就好了 假设这个应该怎么样 这个600亿怎么来的 他用确诊比率 15%到20%来算 如果确诊比率是15%到20% 这些保单呢 他将承受怎么样 18亿到300亿的理赔损失 潜在理赔金是高达600亿 这是以最严重的状况来计算 所以业者的理赔压力啊 应该会落在多少 6月7月 所以现在还没到高峰 所以你觉得最近 这些产受险的金控股 就是在反映这个部分 对 但是所以你看到嘛 其实弹起来就下去 弹起来就下去 你不如说 真的你坚持 我很喜欢国泰金 我很喜欢富邦金 你等高峰过再买啦 真的啦 对不对 我知道礼拜五事实上 他们也是反弹了超过2%以上 然后呢 事实上另外一部分 除了防疫险之外 其实这些受险 他们有很多的债券部位 这次债券部位呢 其实当然这11兆不用算 因为这11兆很可能是 反映所谓的太假后成本 持有道道其日 你都不用担心 可是呢 跑进市价里面的有多少 有4兆 这4兆只要殖利率啊 反弹100个基点的话 净值怎么样 净值加损益会少6400亿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金融股现在不仅仅是 防疫保单的担忧 第二个担心是因为 他们持有这个债 受险债券部位 这个部分也是潜在的压力 的确没有错啊 所以呢 你看到压力是非常的大 再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你看到 其实呢 当然这就是金融双雄啊 我也跟大家讲到 其实2020年3月19日当天 我刚好站在这里 投资总组去看那天的指数 8523点 为什么要讲这一天呢 因为那天的指数啊 就是整个COVID-19的一个疫情呢 刚来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怎么样 一路狂杀 当时我就举了国泰金 跟一档我最爱的股票来比 叫做元泰 元泰20元配2元现金 国泰金呢 那时候带30出头 对也是配2元现金 结果投资总组可以看 现在涨多少钱啊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性 我跟大家讲 你看国泰金很厉害啊 去年净值9,140亿 富邦9,500亿 结果上季净值呢 只有净值是真的 不要忘记了 上季净值是7,669亿 对不对 减多少 1,471亿 你看到哇 赚翻天 结果净值减这么多 赚翻天 对不对 结果净值减了881亿 可以用去年跟上一季来做增减吗 当然啊 法说就这样讲啊 所以实际上是赔钱 但是怎么样 EPS阵列的方式 你就要怪会计原则这样写嘛 这个GAP 这个一般公共会计原则 他可以让你这样认啊 你有什么办法 但是我也跟他讲 其实在看这种金融类股啊 其实我记得同学们 真的是看净值 净值真的很重要 所以你会发现到 其实他们第一季 如果你用净值来看 应该是没有赚钱 对不对 受险的财报 我也跟他讲过 很复杂 我看不太懂 对不对 我程度太差 我真的看不太懂 会计师在这里 别人程度好 给他们分析就好了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事实上呢 如果说 我会跟他讲 其实上一次来上节目 就跟他讲 以商银为主体的 你反而开始慢慢去接 因为其实外资啊 外资其实老实说 他也没有管那么多 我金融在杀 我都全部杀 对不对 中信金我也杀 开发金我也杀 什么金都杀 对不对 杀翻天了之后 你发现到 以商银为主体 大家不要忘记了 升息其实对于 以商银为主体的 绝对是好事 很多投资人 其实最近在房贷利息的部分 每个月都开始有多角 对啊 吴依奎不是跟大家讲的吗 全台湾银行里面 领最多钱的 这个宠经李吴依奎都跟你讲了 他年薪超过1亿以上 那你看到 玉山金上季EPS0.32元 对不对 每股净值是身家的 15.14.54到14.7 然后呢 金城银上季是多少 0.03 净值少不度减少 但是等一下会跟他解释 其实金城银为什么 这边反而是一个 好买点的一个机会 然后来看下一页 上海商银最近投信买很多 EPS0.81元 然后净值稍微小不度减了 一点点点 中信金的上季是0.84元 那他上银为主体嘛 每股净值怎么样 是小减了 小减了一点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减幅啊 远比这个国泰金 远比这个所谓的富邦金 减幅都还少很多 当然这些个股会认为说 可能就是被错杀了 甚至包括如果说 你有开始在存股的投资朋友 如果以这个10点 往下去做承接的话 其实风险应该是比较小的 好 所以一个商营 第二个关股 这两个部分是不是能够留意 选股要怎么选呢 我们稍后追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